哈囉大家好,我是愛綜花一眼 我們今天來到陽明山的曹家花園 這是一個大概四年前才開始的 繡球花的梯田的繡球花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今天雖然說是下雨呢 我還是帶大家來看一下 那我現在拍攝的時間大概是五月中 然後到六月底以前 都會是非常漂亮的時候 那我們就先進來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吧 那我們首先進來 它這邊有一個小屋 然後小屋外面 其實就已經擺了非常多品種的繡球花 非常的可愛 像這邊就是...都是大爸爸 這邊整片都是大爸爸 那我們最厲害的地方是下面的梯田 那我們就往下走吧 我們這邊先看一下好了 你現在可以看到 這整片都是曹家的繡球花園的地 那你可以看到 絕大部分的繡球花都是藍色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邊屬於是火山的土 然後這邊有很高亮的硫磺 所以它的土壤是非常酸的 所以絕大部分可以調色的繡球花 都是藍色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厲害的品種 那現在花大概只有開了三成 那...大概五月底 是最好的這個觀賞季節 那個時候大概是會 百分之八十的花都是開花的 然後到六月中 那個時候的花都會很漂亮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朵 這一顆呢是... 花是很常見的半夜繡球 那事實上它的名字叫做戀路之冰 那你看它的花瓣是長這樣子的 很可愛 中間的真花也會開 開的時候非常的可愛 像小猩猩一樣 那看一下後面這一顆 後面這一顆呢 其實叫做舞繪 然後它是屬於鵝繡球的一種 它中部...它的那個... 外面的裝飾花呢 是比較大朵比較挺的 然後中間的小花也會開 然後開的時候呢 那個...瓷蕊生出來的樣子很可愛 好 這顆叫舞繪 那我們走進來看一下 這邊有開花的話一定會非常漂亮 這上面全部都是大爸爸 來看一下大爸爸 那大爸爸應該是目前台灣花球 可以開到最大的花球 這個每個花球大概可以到... 30公分左右 30公分左右 非常的巨大 那它的花初開的時候是這種淡藍色 然後... 時間越來越久呢 花季比較末期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藍色 然後但是不會到很深藍 就是淺淺的藍色這樣子 很漂亮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走 然後它這邊的花呢 是多到那種滿道路上來的 那也沒關係 你就碰到它 無所謂 好 你就碰到它 沒有關係 OK 那我們現在看到了這一群花 這一群花應該是... 德國品種 應該是Rucifar 就是小紅帽 然後因為在這裡非常酸 它居然有點被調成紫色的 我們來看一下 但它開花的時候 會變成這種深紫色的 好 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植株非常的硬挺 你看一下 上面這樣子全部滿滿滿滿滿的都是花苞 這開花的時候 非常的美 我會把照片放在這裡 它開花的時候的樣子 好誇張喔 這至少有兩三千個花頭 兩三千個花頭 很漂亮 看看下面這一群 這個是妖精之童 跟布魯梅絲 我們等一下下去看 很美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群 這一群是妖精之童 非常非常漂亮 這個在平地 這個被我戲稱為白粉之王啦 因為它真的在平地很難種 非常容易得白粉 但是曹家華園這邊種的真的很誇張 因為我到目前為止 台灣看到最漂亮的妖精童就在這裡了 它的每個花球大概都有20公分左右 因為我的手打開就20公分 每個花球都非常的巨大 然後你看喔 妖精之童的完美狀態就會長這個樣子 裝飾花其實是重辦的 那中間每一朵裝飾花都會開 所以它開到後來 它其實有一點變成半圓形的 很漂亮的額頂鏽球 而且妖精之童是屬於 額鏽球裡面非常巨大的品種 它可以長得那麼高 基本上額鏽球都是比較小顆的啦 它長得好漂亮喔 深藍色、深紫色這樣子 真的很漂亮 你看看這個也是花式很常見的 這個是未來 你看未來的葉子呢 它的新葉是有一點點深紅色 紅紫色的 未來的花呢 正常來講就會長這樣 白色 香紅邊 白色香紅邊 很漂亮 白色香紅邊 那未來呢 它的缺點就是它的導浮性會蠻導浮的 不過看起來這邊陽光很充足 它的導浮並沒有那麼明顯 OK 那我們繼續走 我相信我們種繡球花絕大部分的人都是想要種這個藍色繡球花 但是我剛剛講過了 竹子湖這邊是屬於火山的土 然後還有非常多的硫磺 很酸 那像這裡是粉紅色的大爸爸 它是特別栽動在盆子裡面 然後進行這個調色 它才會變成這個粉紅色的 所以我們如果有紅色的花 其實也不用太羨慕 因為有些地方 要種紅色的花還是種不出來的 OK 這個叫做布魯梅斯 它是屬於鵝頂鏽球 也是非常巨大的鵝鏽球 很強壯的鵝鏽球 可以看到它的花是屬於這種藍色的 而且是天空 應該說海藍色的這種藍色很漂亮 然後它中間的真花也好大 每一顆都非常的匪非常的碩大 你看它每個枝條都這麼漂亮 好羨慕喔 這個真的只有在竹子湖才有辦法長到這麼粗 這每根都跟我的大拇指一樣粗 很漂亮 這顆叫布魯梅斯 可以看一下 它大概跟我差不多高 一百七十幾公分左右 另外一個品種 德雷莎修女 德雷莎修女 它是屬於無法調色的 它是屬於純白色的品種 那我們來看一下 近一點看 它初開的時候 它的花瓣比較遠 初開的時候是這種白色的 那開到末 花期比較末了之後 我覺得比較漂亮 它的中心會閃現藍色、藍紫色這樣閃開來 中間那朵小花也會開 這是德雷莎修女 這是德雷莎修女 中間的藍色小花也會開 很漂亮 很漂亮 很美 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 我覺得 我覺得 在每年的夏天來竹子湖 看修球花是非常棒的一個享受 因為那個時候天氣會非常涼爽 但是你要挑一天天氣好的 我今天拍這部影片 那個是要跟大家講說 是時候來看修球花的 所以我早一點來拍 現在狂風暴雨了 呵呵呵 好啦,那以上就是跟各位分享這個 曹家的修球花人 那陽明山的修球花季 大概是在每年的5月中開始 那現在其實已經開始了 不過因為去年跟今年 都有非常嚴重的疫情 跟這個天氣實質上也不太好啦 但是我今天沒有戴口罩 因為我今天是整個人包場 整個陽明山大概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所以我沒有戴口罩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在疫情過後 趕快來幫這些花籠蓬蓬茶 因為他做了一整年 其實就是為了這兩個月的花季 其實對他們的生計影響是非常大的 那我今天介紹的是曹家修球花田 那另外還有高家修球花田 跟大梯田 都是陽明山這邊非常知名的 這個修球花的地質的業者 也希望大家在疫情過後 多多來給大家 給這些花籠蓬蓬茶 入門票都非常便宜 大概就是100塊到200塊之間 非常非常值得 你來這邊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看這些漂亮的秀球 你整天的心情都會非常好 OK 那我是曹中華燕 我在每個禮拜六呢 都會放一支有關植物的影片 歡迎訂閱、按讚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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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